文盲皇帝刘邦,一生作诗二首,却胜过乾隆四万首,成千古绝唱,要是说历史上留下诗作最多的诗人是谁,相信大家会不约而同地说是陆游,其实并非如此,留下诗作最多的是乾隆,乾隆帝一生留下了四万余首著作,可以说是无人能作,与他相比其他的皇帝就不够看了。 作为文盲皇帝的刘邦一生,仅仅留下了两首诗,但是这两首诗却在历史上留下了很重的痕迹,定阅瑞历史,了解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可以说,对于一个王朝来说,帝王就是核心。 毕竟整个国家都是以他为中心的,皇帝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利,也正是因为这所以他们的举动,才更能影响整个国家。 当然在文学上也是如此,在这不得不说的就是,历史上出了名的文盲皇帝刘邦了,刘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走向盛世的国家,他的能力是不用多说的。 同时,这一位伟大的帝王也是有不足之处的,那就是他的文化底蕴并不是很高,不过即使是这样,刘邦的一生也是留下了文学著作的,对于刘邦的出身就不用说了,所以刘邦的作品也比较倾向于社会底层的。 刘邦的第一首著作,《大风歌》的创作背景是在刘邦登基之后,宴请父老乡亲们经历了多年的楚汉之争后,刘邦终于坐上了那个九五之尊的宝座,常言道,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不久后,刘邦就将父老乡亲们都叫到佩宫,一起把酒言欢,酒过三巡后,刘邦兴至大兴,当即就创作了《大风歌》,虽然这首诗只有短短的三句话, 但在当时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对于西汉文学的发展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毕竟刘邦也是一国之君,他的影响力是不用说的。 《大风起西云飞扬》逝世的第一句,交代了时代背景与当时的自然状况,并且通过对风景的描写来烘托刘邦身为帝王的伟大愿望,表达了他的远大志向,威加海内西归故乡这一句,则是对于当下的刘邦的处境的一个概述, 宴请的时候,刘邦已经推翻了秦朝,战胜了项羽,最重要的是安定了内部,将整个国家的权力都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中,实现了自己家天下的想法,这一切都是值得刘邦所骄傲,自豪的,这一句描写的正是刘邦在功成名就后凯旋归来的意气风发之情。 虽然是得到了天下,但是对于刘邦来说还是有烦恼的,常言道打天下容易,守天下难,在经历了战乱后,百姓们流连失所,经济停滞不前,朝局内部也是暗潮涌动,这一切都让刘邦担忧。 此时的刘邦是极其渴望人才的,在启示的时候,刘邦所需要的大多都是武将的,但是此时的刘邦却是极其渴望能够拥有帮助自己坐稳天下的能臣,所以安德蒙是携手四方表达出了刘邦对于人才的渴望,希望有人才投奔到自己的麾下,这一首诗一经出世,对于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 当然这其中的原因就是因为刘邦的身份特殊,这也是古体诗的另一创作形式,毕竟古体诗是不受格式的局限的,虽然在历史上像刘邦这样的三句诗很罕见,但是它也体现出了刘邦的豪迈与不拘一格的性格特点,当然刘邦还有另一著作,这一首诗则是在刘邦晚年的时候所创作的《红狐歌》。 这一首诗与第一首所表达的情感是完全不同的,首先要来看看这一首诗的创作背景是什么,刘邦宠爱妻夫人于是就想要立两人的儿子为太子,但是却被吕后用计阻止了。 当听闻这个消息的时候,妻夫人痛哭不止,为了安慰妻夫人于是刘邦就做出了这一首《红狐歌》,当然也从侧面烘托了英雄暮年,却无法保护自己心爱的女子与孩子的无奈。 不过对于这一首诗,后世却有着几种不同的版本,可以说作品是最能够彰显一个人的性格的。 通过刘邦的诗作中也可以看出这一位伟大帝王的性格,刘邦的性格豁达,喜欢交朋友,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性格外向,当然也正是因为他的这种性格导致他在之后的启示中达到意想不到的结果。 当然早期的刘邦还是有性格缺陷的,那就是散漫不务正业,整日游手好闲的,刘邦此人能够成功,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懂得反思改变自己,在启示后,刘邦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性格在启示中是有不足之处的,政治上的尔虞我诈,军事上的腥风血雨,不再适用于刘邦散漫的性格。 为了能成功,刘邦开始改变,众所周知,最初的时候,刘邦也不过是一个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在刘邦的身上还是有着底层的贪恋与享乐的,这件事在刘邦见到秦朝王宫的时候就可以看出来。 当时的刘邦已经心动了,看到如此多的金银珠宝,还有貌美的女子,刘邦当即就想站为己有,但当部下劝说,当前并不是享乐的时候,不要为眼前的奢靡之风迷失了双眼,刘邦当即就清醒了过来。 当然也正是因为这铸就了刘邦的成功,其次就是刘邦豁达豪爽的性格,这也就导致在遇到事情的时候,刘邦并不会冲动行事,反而有一种顺其自然的感觉,在大事上刘邦的这种性格往往能够化解危机,刘邦可以说是帝王中少有的宽容大度的帝王了。 在当年,即使是一个芝麻小官的时候,刘邦都乐善好施,也因此结识了萧和等人,萧和对于刘邦的帮助是毋庸置疑的,当年能够结识萧和,刘邦的成功之路已经前进了一大步,从数量上,乾隆是中国刘友著作最多的一位诗人了,并且值得一说的是,乾隆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长寿帝王。 按照乾隆的喜爱程度,他最少是每天都要做一首诗,自古以来,没有人能够在作诗的数量上比得过乾隆,但即使是他能留下了四万余首著作,但是在这其中高质量的也很很少。 隶属乾隆的一生,这四万多首诗集,只有一首被收录在小学课本中,乾隆的作品涉及的面十分的广泛,可以说是天文、地理、政治都有涉及,根据后世的计算,乾隆自开始作诗开始,平均一天做一首都不足以能够达到四万首,乾隆的一生留下如此多的作品,就是为了能够让后世记住他。 要是乾隆拳下有之知道自己这么多的作品,最后只留下的一首是作和感想,对于诗人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能够让自己的作品名留千古,相信大家都听说过被誉为孤篇鸦拳堂经典著作《春江花月夜》。 虽然张若旭的一生只有这一首诗,但是他所留下的历史痕迹足够让后人铭记,就像是刘邦一样,即使是只有两首,但是能够流传至今,依旧为人所知,已经是一种成功了。 1949年3月,毛主席在赴北平途中兴奋地念叨,红军不怕远征南,万水千山只等闲,大风起西云飞扬,安德猛是西手四方。 接着主席对周围工作人员说,后两句是汉高祖刘邦打败了楚霸王项羽后,回家乡配现时吟唱的大风歌,他也希望国家平定了,再不要发生战争呢。 毛主席爱读史书,也善读史书,他对刘邦的评价很高,说,刘邦是在封建时代被历史学家称为豁达大度,从剑如流的英雄人物,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主席更是说出了刘邦为什么迎合项羽,为什么败的原因,刘邦能够打败项羽,是因为刘邦和贵族出身的项羽不同,比较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家, 人民心理,除了这些,主席还说了,汉高祖刘邦比西楚霸王项羽强,他得天下,一因决策对头,二因用人得当。 刘邦出生在秦朝四水郡沛县,锦江苏沛县,的一个农家,年轻时当过秋水亭长,是个基层长治安,诉讼,民事的小官,他不爱干农货,也不置办产业,但他豁达大度,志向高远,他的理想是像秦始皇那样威风八面,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二百零九年七月,陈胜吴广起义反秦后,六国贵族的残余势力伺机而起,其中,楚国的旧贵族项梁,项羽疏直,拥立楚怀王之孙雄心为楚王,九月,刘邦聚众响应,被拥戴为佩公,不久,依附项梁,后来与项羽领导的起义军同为反秦主力。 公元前二百零七年,刘邦受楚怀王的派遣,率部向关中进军,刘邦的部队所向披靡,一路向西,占陈柳,夺粮仓,占南阳,入武关。 公元前二百零六年十月禁底坝上,金陕西西安东,秦王子英投降,秦朝灭亡,正如毛主席评价刘邦的那样,刘邦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心理, 刘邦知道老百姓为什么反对秦朝的统治,就是因为他们实行严刑酷法,让老百姓活不下去,所以,他占据关中之后,和百姓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即到底罪。 于希除去秦柯法。 刘邦是个大老粗,但是他的约法三章很具有科学性,按照心理学家的实验得知,第一条记住是守阴效应, 第三条记住是禁阴效应,中间再加一条即可,简单一行好操作,刘邦的约法三章,和严格执行见了奇效,老百姓用酒肉去慰劳军队,他一概不接受,这让百姓更加拥护他。 后来,项羽在击溃秦主力后,也引兵入关,但是,项羽对百姓的做法和刘邦完全不同,项羽在咸阳大开杀戒,杀了秦朝投降的子英,把阿旁公一把火给烧了,抢掠了大量的珠宝美女。 关中的老百姓对项羽大失所望,这也为之后项羽和刘邦长达四年的楚汉战争埋下了伏笔,老百姓的眼睛是血亮的,尽管项羽兵强马壮,自己又力拔山西气盖世,但是,她失去了民心,又爱成匹夫之勇,她的失败是必然的,她只能别击。 1926年,毛主席在广州为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中国农民问题时,说过项羽失败的原因,她说,项羽入关,粗恶无比,不得一般人之信仰,又医治咸阳,便大焚秦之故宫,遂大失地主阶级之信仰,此其失败之主要原因也。 主席还说到刘邦的豁达大度,从剑如流,刘邦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能够听取别人的意见,不固执武断,史记中记载了她不少肯于纳建,善于选择的势力,一是建立一基,采纳她功取陈留之计,关于刘邦听取立即意见一事,毛主席在1962年1月30日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有过叙述,主席是个讲故事的高手,听她怎么讲, 从前有个项羽,叫做西楚霸王,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他那里有个范增,给他出过主意,可是项羽不听范增的话。 另外,一个人叫刘邦,就是汉高祖,他比较能够采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有个知识分子叫利己去见刘邦,出一报,说是读书人,孔夫子这一派的,回答说,现在是军事时期,不见如生,于是这个利己就发了火, 他向管门房的人说,你给我滚进去报告,老子是羔羊九徒,不是如生,管门房的人进去,照样报告了一遍,好,请,请了进去,刘邦正在洗脚,连忙起来欢迎, 利己因为刘邦不见如生的事,心中还有火,批评了刘邦一顿,他说,你究竟要不要娶天下,你为什么轻视长者? 这时候,利己已经六十多岁了,刘邦比他年轻,所以自称长者,刘邦一听,向他道歉,立即采纳了利己夺夺取陈留的意见,此事件,史记,利生路甲列传,二是,听张良劝说,封举足轻重的韩信为其王,韩信要求刘邦封,他为甲其王,刘邦说不行,张良踢了他一脚,他立刻改口说,要封就封真其王,何必要假的? 三是楚汉化戒鸿沟后,听张良,陈平之劝,乘胜追击引兵东向的项羽,楚汉战争打到汉四年八月,双方都不想打了,于是达成协议,项羽归还刘邦的父亲和妻子。 楚汉中分天下,中分的分界线叫鸿沟,鸿沟原本是一条古运河,是战国时魏惠王十年,公元前三百六十年,开凿的,以此为戒,西为汉,东为楚,这就是所谓的楚和汉戒,鸿沟化戒,项羽引兵东退。 刘邦也想到长安休息,张良说,什么条约不条约,要进宫,绝不能放虎归山,他立刻听了张良的话,向东进,越过鸿沟,打败项羽,项羽只能别击了。 似是刘邦称帝后,遇见都洛阳,听其人刘靖建议,入都关中长安,正是因为刘邦听从了别人的正确意见,才一步步走向胜利。 主席说,刘邦获得胜利,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用人得当,刘邦出登地位,感慨万端,忍不住向群臣询问自己得天下的原因。 刘邦、高启、王陵等人认为,陛下平定天下,乃因为时时不忘与群臣共享成果,战胜则于人功,得地则于人力,而项羽就做不到这一点,他极贤度能,凡有功者则害之,有高见者则遗之。 刘邦笑着说,功之其一,不知其二。 刘邦用人,根本不看出身,在他那里,张良是贵的。 陈平是韩氏,萧和是县利,韩信是游民,樊快是狗徒,冠英是补饭,楼敬是车夫,彭越是强盗,周伯是吹鼓手。 刘邦能做到一视同仁,各尽所长,毫不在乎别人说他是杂牌军,草头王。 总之,刘邦由一见莽夫,成为汉朝的开国皇帝,是因为他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心理,豁达大度,从见如流,决策对头,用人得当等等。 作为一个不大懂文末的汉朝开国皇帝,刘邦居然能唱出,大风起西云飞扬,威加海内西归故乡,安德猛是西手四方。 这与他慷慨豁达的性格有关。 毛主席就说,这首诗写得很好,很有气魄。 毛主席出身农家,在感情上对刘邦这位平民皇帝充满敬意,刘邦的一言一行,都不免让他产生亲切感。 毛主席对刘邦的诸多肯定和赞扬,带有英雄相惜的色彩,不是偶然的。 毛主席出身农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